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觀眾早晨 今天是楊國仲和大家說天氣 昨晚開始吹著一些比較大小小的偏東風 今早天氣都有些涼涼的感覺 7點多時各區的氣溫普遍都是17、18度 而大範圍的衛星雲圖亦都見得到 華南漁岸地區雖然仍然有些雲層覆蓋著 不過雲層整體來說都比較鬆散 所以預計今天的天氣情況 初時會比較多雲些 不過日間整體來說都會大致天情 今天最高的氣溫大約會有22度 風勢方面就吹這個和緩至清淨的東風 長遠一點我們預計接下來的兩三天 繼續都會吹著一些比較大的偏東風 而且去到下個星期初期的時候 在天氣圖看到華南地區的氣壓等壓線 變得相當之緊密 代表著有一股強烈的冬季季後風會影響我們 解釋天氣會轉爛 詳細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我們預計接下來的兩三天 風勢都會比較大 而且會多漲一些 去到這個星期後天氣會比較涼 而下個星期初期的時候 當受到強烈東海貴有風的影響 天氣就會轉爛 最低氣溫大約是10度左右 大家要留意了 好了這一節的天氣報告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就是